今天我们来演示SUP21C红光校正 首先将红光校正专用工具固定到出光口的位置 接下来拔出保护镜抽屉 用美纹纸盖住防止镜灰 将保护镜更换成F50的准值镜片 换好镜片插入保护镜抽屉 接下来我们关闭死棱 将扫描宽度调整为0 接下来拆掉电机后盖 拔开安全锁 调整 电机位置使红光居中 居中以后 锁紧电机螺丝 装上后盖 关闭安全锁 拆下 校正工具 将准值镜片更换成保护镜片 将保护镜抽屉 插入镜仓 红光校正完成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